醫療人員協助生障者 躺上單架準備下山安置 台湖海魁不斷逼近 入夜後南臺灣風雨可能會增強 高雄茂林區3號也儘快協助保全物 起床患者等進行撤離安置 因為我們這個之前 八八十三年前的八八風灶 受過風災的這個影響 所以我們這個 也是算是紅色警戒線 比較危險性危險大 所以為了因應各位的生命財產安全 所以我們會經常會經常性的撤離 在糧食的部分我們還有油料 我們事前也都準備了14天以上 那為了這次如果因應 如果有撤離或者是急難的部分 我們也申請了國軍 那國軍弟兄這邊一共有13位 那也派了一部車子在這個地方 茂林龍會作為安置地點 長者說雖然不如家中方便 但有些長輩必須經常性使用氧氣機 或是洗身患者需要家人照顧 如果颱風造成停電露塌 身體有任何不適恐怕會延誤就醫 海龜颱風成為四年來第一個登陸台灣的颱風 加上水保局也針對茂林區發布大規模崩塌警戒 土石流警戒 區公所也不敢大意落實防臺工作 避免災情發生 原則新聞NOW高雄茂林採訪報導 緊張 健康